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学习的是第二节 那么第二节呢 说的是关于这个智力和能力的概念 那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能力啊 它的这个定义是什么 就是capacity能力 能力呢指的是从事各种活动 适应生存 所必须的 而且呢影响活动效果的 这种心理特征的总和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结构 然后呢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板 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能力的这个定义 那么他的这个第二段里面说了 在这个组织行为学当中 能力决定了员工可以达到的 这个绩效的水平 那么使每个人能力呢在工作当中呢 都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 这个发挥 那在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把能力分为智力和躯体能力 大家注意啊 智力实际上呢 是人的这个脑力嘛 然后呢 躯体能力呢 实际上是人的这个体力 所以我们说呢 我们的能力呢 可能是一部分是分为脑力的 这部分就叫做智力 还有一部分呢 是分为体力的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躯体能力啊 一共是分为这样的两个部分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呢 叫做智力啊 那么智力呢 是一般的这个心理能力 那么它是一个个体从事心智活动的要素 那么我们的这个智力里面 啊 我们的智力里面 包括这个言语 数学啊 推理 演绎 包括呢 像这个关系类比 还有这个记忆 空间认知 以及呢 知觉能力 啊 我们说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智力是一个高频单选 大家注意我们的这个智力啊 是高频的这个单选题的出题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智力里面呢 有这样的一些能力 比如说 我们这里面有言语能力啊 有这个数学能力啊 还有推理能力啊 演绎能力 包括后面的这个 关系类比啊 记忆力 还有比如说像 空间认知 还有知觉力 啊 那么从考试的角度来说 我们这些基本的智力维度 该如何去把握它呢 我们的这些基本的这个智力维度里面 啊 它这块呢 特别喜欢考到的就是 这种能力的定义和它适合做的职业 就是怎么去匹配的问题 你看啊 我们如何去理解一个人的言语能力强 啊 按照这个 我们在上一讲 人格里面讲的这个 埃里克 sorry啊 这个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呢 它不是把人的这个需求都按照这个力比多 按照性的能力 就是按照这个性快感的获得方式 把人的一生分为什么口唇期啊 什么肛门期啊 性气机啊 对吧 那比如说像其中的这个口唇期 实际上说的就是人的这个 怎么说呢 其实就是人的这个 呃 言语表达能力啊 因为小孩子很小的时候 他获得性快感的方式 就是通过瞬息妈妈的乳头 然后从而来获得他的这个性快感 所以呢 大家看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言语能力啊 这个言语能力呢 它是理解使用口头和书面语言的能力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言语能力 然后呢 这个言语能力呢 它的这个范例里面有老师 有律师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领导 就是说就是这些职业啊 他怎么讲呢 就是这些职业啊 比较适合于我们所谓的这个言语能力啊 就是说白了 就是言语能力强的人 他更适合做的是老师律师和领导 这些人天生的 他们的这个口头和书面的表达能力 都是比较强的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啊 叫言语能力 然后我们的这个第二个能力 呃 第二个能力呢 叫做数学能力 这个数学能力呢 主要指的就是解决数学问题 对数学关系的理解和 掌握能力比较强啊 这个就是关于数学能力的这个定义 那么这个数学能力里面 他的这个范例呢 有投资商啊 还有这个比如说像工程师 所以我们说投资商也好 还有呢 这个工程师也好 那么他们都是数学能力非常强的一些人啊 你看就是比如说有的人 他是属于天生对数字特别敏感 比如说他买股票 他老赚钱啊 这有的人数学就不行 那他有的人他就走着一惊 那你说为什么有的人出口成章啊 对吧 那为什么有的人他这个数学的好像平时读书 他也不费劲 结果到期末考试 说一考数学还考的分特高 那有的人平时在坑着坑着算半天 到最后数学还是不及格 就是他实际上各走一惊啊 那么第三种能力呢 叫做这个推理能力 大家看推理能力也是非常厉害的一种能力啊 他的这个定义就是理解解决问题的原则 并且呢就是有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这个就叫做一个人的推理力 那么推理能力里面的范例 有治疗师 有设计师啊 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咨询师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咨询师 你看比如说像在企业里面做咨询的人 对吧 在企业里面给别人做咨询的人 那么这种企业咨询师 他实际上能力都非常的强 他可能就是学完一个东西以后 然后迅速怎么样就能够传递出来啊 就是很强悍 所以我们把这个就叫做咨询师 就是他他怎么讲呢 就是他能够很很迅速的学习一些新的理念 然后把这个新的理念 把他这个给给给给纳入进去啊 这个就属于他的推理能力特别强 然后再往下的一个呢 叫做演绎能力 演绎能力呢 呃大家看就是通过对事实的观察 或者是评估啊 夺出适合的结论的这个能力 这个呢就叫做演绎能力 那么这个演绎能力的范例 就是科研人员 就是做research 做研究的这些人 他们的这个演绎能力非常的强 好之后呢 是我们的这个关系类比能力 这个关系类比能力指的是 理解两个事物之间的关联度 并且能把它应用到别的情景当中 这个就叫关系类比 那么范例呢就是人类学家 你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类学者 他观察考察文化跟仪式之间的这个关系 就说明他的关系类比能力非常的强 呃这个例子啊还蛮新颖的 后面就是记忆力 我们说的memory 啊我能不能记住东西的这个记忆力 记忆力呢就是呃 就是保持和回忆句子的能力 这个就叫做记忆力 呃我们说一个人 如果他的这个记忆力非常的强悍的话 那么他就能够很好的去背单词啊 如果他记忆力不好的话 他记不住啊 臣妾背不下来呀 所以我们的记忆力呢 主要是这个学习外语的这个能力啊 记忆力嘛 那么大家在这呢要注意啊 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实际保持回忆句子的这个能力 啊我之前印象很深的是我有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呢是好未来集团的 就是好未来集团之后 他的前身是学而思嘛 他们的人是专门就是教这个奥数啊 他们的这个奥数能力特别的强 啊然后他呢就跟我说过啊 就是说我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说他说他读书的时候啊 他真没有没有想不好好学习啊 就是遇到这些文科啊政治啊什么的 他真没想不好好学 他真想好好学来着啊 但是结果呢 在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人家用一遍啊 比如说看一个小时能背下来 他他五个小时他背不下来 后来呢他做过一个心理测试啊 做那心理测试以后 他就有点释然了 因为那个心理测试里面呢 就是他怎么样啊 就是他的这个数学的这个能力 在北京市的那个长模的 那个高中学生里面 他是排在前面的 但是呢他的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他的这个呃 就是记忆力啊 实际上在那个长模当中 他排名非常靠后 就非常糟糕非常差啊 所以呢我们说呢 这是我们所谓的叫做记忆力吧 呃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的空间认知能力 空间认知能力大家看他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的空间认知能力里面就说了 判断物体的位置排列 以及当物理的空间位置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出这个物体形状的这种能力 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空间的认知能力 那么关于空间认知能力里面的范例 有室内的装潢师啦 还有包括像这个艺术家啦 他们都属于啊 就是空间认知能力这个范畴 呃那么再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知觉力 那知觉力呢就是辨认视觉上的模式 和发现模式之间的关系的能力 就是知觉能力的这个定义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范例 摄影师啊 知觉能力强的人啊 摄影师 好 那么大家看这些能力都非常的强悍啊 言语能力啊 数学能力啊 推理演绎 包括关系类比 记忆力 空间认知和知觉 就是都很强啊 这些能力 然后呢都有他的这个定义 后面呢是范例 也就是他的这个例子 然后呢 我们啊 主要是看哪一种能力强 他到底适合做什么样的职业 好 那么大家跟我看这道题 他说按照心理学对智力的理解 那老师律师和领导 他们三个人都应该有比较高的什么力 大家注意 老师律师跟领导 这三个人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的言语表达能力都非常的强 对吧 所以他们应该有比较高的什么能力啊 言语能力 所以这道题呢 也没什么悬念 我们选A就好了 那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道题 他说 对一个想学好外语的学生来说 最重要的智力维度是什么 那我们说了 学外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背单词咯 所以我们要想背好单词的话 我们是不是得记忆力好啊 对吧 所以呢 他应该需要我们的智力维度呢 是记忆力咯 那这道题的答案呢 就应该选的是2B 这道题考的是基本的智力维度 那么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呢 是指我们实际保持和回忆句子的能力 所以学习外语啊 需要有很好的记忆力 好 那么所以呢 这道题的答案呢 就应该选择的是这个2B 好 那么在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下面一道题啊 他说 掌握解决问题的规则 并且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什么 掌握解决问题的规则 并且能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 说明是这个人的什么力强呢 我们说是这个人 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推理能力非常强 就我们说的那个企业咨询师嘛 对吧 那么这个企业咨询师 他不是做企业咨询管理吗 所以呢 他的这个比较强的能力 是他的这个推理能力啊 就是学习新事物的能力非常强 而且能够很快的去应用 所以这个题的答案选的是A 这道题考的是基本的智力维度 那推理能力呢 是指理解决问题的原则 并且呢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我们把它选出来就好了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刚才的第一个致点啊 就是关于这个智力的这个基本维度的问题 那么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智力结构的基本理论 我们在智力结构的基本理论里面 有这样的几个代表人物 就是在心理学圈里面 我们有这些代表人物啊 那么在心理学圈里面 大家看这里面有斯皮尔曼啊 包括像这个瑟斯顿 还有呢吉尔福特啊 还有这个加德纳 这些人呢 都是很有名的一些心理学家 然后这些心理学家呢 他们对于这个智力的这个结构的这个把握啊 大家看这里面有二因素论 然后有七因素论对吧 还有呢就是三因素论 以及呢这个多元智能结构的理论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呃实际上呢这些代表人物 他们在解释智力这个维度的时候 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观点来说 就是一个人他的智力 到底由哪几个部分所组成 你比如说吧 斯皮尔曼 斯皮尔曼认为人的这个智力 是由两个因素所构成的 叫二因素论啊 然后呢这个瑟斯顿呢 是七因素论 好 吉尔福特啊 吉尔福特呢是三个维度 美国加德纳啊 是多元智能理论 叫多元结构 所以呢 这是他们不同的一些观点 我们来看看分别各回各家各老各妈 他们在智力这儿都说了啥啊 呃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斯皮尔曼呢 斯皮尔曼呢 他是把智力分成了两个维度 他的这个智力呢 分成了一般智力因素 叫G因素 还有呢 特殊智力因素 叫做S因素 所以呢 斯皮尔曼呢 是把智力分成了这个General 叫做一般智力因素 还有一个呢 叫Special 叫特殊智力因素 他认为我们人呢 在完成工作的时候 需要两种智力因素 共同发挥作用 所以在斯皮尔曼看来 你看啊 比如说我们所有人 都应该有的一些能力 这个就属于一般智力因素 而一些特殊的技能 比如说一些演讲技能啊 或者说一些做现场呈现的技能 这个技能就叫特殊智力因素 所以我们分为一般的 还有这个特殊的啊 特殊的就是我们说的S因素嘛 那完成工作的时候 需要这两种因素 是共同发挥作用的 啊 所以他才叫二因素说 这是斯皮尔曼的观点 那么 斯皮尔曼再往下呢 这个人呢 叫瑟斯顿 瑟斯顿呢 是把智力分成了七种能力 对吧 那么瑟斯顿的这七种能力呢 啊 分别就是对词的理解 词的流畅性 还有技术啊 包括空间知觉 记忆力 知觉的速度 还有这个推理 这是我们的这个 瑟斯顿的 就是七因素论 就是瑟斯顿 他把他的理论 分成了七个方面嘛 分成了七个方面嘛 对吧 词的理解 词的流畅性啊 技术 空间知觉 记忆 知觉速度 推理 OK 好 那么所以呢 你看 在斯平尔曼这儿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二 对吧 在瑟斯顿这儿 我们可以写个七嘛 好 然后再往下呢 是我们的这个吉尔福特啊 吉尔福特呢 是智力的三个维度 好 那么关于这个吉尔福特的 这个智力的三维度呢 有什么智力操作的方式 内容 还有这个产品 那么我们说吉尔福特啊 他呢 是把我们的智力 分成了三维度 那么这三个维度 分别就是智力操作方式 然后内容 还有这个产品 他们三个共同构成了智力的三维立体结构模型 所以这是我们的吉尔福特 吉尔福特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呢 是关于这个加德纳 对吧 美国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吗 八种智力吗 对吧 所以我们有一个美国加德纳的这个多元智能论 美国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里面 就认为呢 就是人的这个智能结构是非常丰富 非常多样化的 所以他就叫多元智能论 好 所以大家看 斯皮尔曼是二因素 瑟斯顿呢 是七因素 吉尔福特呢 是三个维度 然后加德纳呢 是多元智能论啊 这是我们的不同的一些代表人物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啊 他说 吉尔福特所制定的智力的三个维度 不包括谁 那么吉尔福特所制定的智力的三个维度里面 人家没有问你包括 人家问你的是不包括 对吧 不包括 那么大家看这里面第一个是智力的操作方式 第二个呢 是原始的能力 第三个是内容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产品 那么哪一个不是这里面的 大家看这里面智力操作方式 内容产品 那智力操作方式 内容产品 这三个都是 那哪个不是排除法呀 所以你看我们这初级经济师的这个考试啊 经常做这种选择题 就是你滚你碗你滚蛋 就是我们在这个选项里面 它竟是倒推 就是考你反过来的 就是比如说 G因素和S因素是来自于谁 那我们说这个G因素和这个S因素 是属于一般因素跟特殊的智力因素 它来自于谁啊 来自于斯品曼 对吧 然后智力的七因素又来自于谁啊 斯斯顿 多元智能理论来自于谁啊 加拿大 好在这呢 我们来来说一下啊 就是美国的这个教育心理学家加德纳 他的这个多元智能理论 其实相当只有影响力 就是如果你在网上去摆渡的话 就是美国加德纳的这个多元智能理论 是特别受到追捧的 因为很多人认为啊 就是人生下来 就是就是那个 我们在教育教学当中 不是一直在强调什么 因材施教这样的概念吗 对吧 那么关于这个美国加德纳的多元智能论呢 他就是他的这个 核心观点啊 大概的意思就是人生下来以后 他的这个智能结构就是非常多样化的 非常多元化的 所以美国的这个加德纳啊 他的这个多元智能论 就是认为人的这个智能结构 是非常非常多元化的 非常非常丰富的啊 所以呢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人生来他的智能结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所以一个人生下来 他的智能结构就跟别人不一样 那么这就说明呢 他就是就说明作为老师 你要非常了解你们班里面的学生 他的智能结构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多元智能论嘛 啊 多元智能理论嘛 啊 好 呃 那那么就是他实际上就告诉我们 就是人生而不同 你如果在班里面要把所有的孩子都培养成 奥数冠军 这个观点本身就是非理性的 因为每个人智能结构不同啊 你凭什么要把所有人培养成一个模子呀 对吧 这个这个观点本身他就不理性 所以这个理论给阴才师教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注解啊 所以这是我们这几个代表人物 OK 好 那么刚才呢 我们说了一个人的能力啊 capacity啊 capacity 他除了这个智力以外呢 他还有一块是躯体能力 那么躯体能力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体力啊 那但是呢 我们也我们也能够感觉到 如果要是在能力这块出题的话 你说智力跟躯体能力 他更容易在哪出题啊 他肯定更容易考这个智力嘛 对吧 气力能力就是体力有什么可考的呀 这你用脚趾头也知道 他肯定不是重点 对吧 所以呢 大家看这个躯体能力里面 他又有那些干货啊 就是找找宅着就得了 那么就别在这儿较劲了啊 躯体能力包括人的精力啦 体力啦 什么肢体的这个灵活性啊 包括像这个躯体的平衡性 这是躯体能力 然后他这里面呢 就躯体能力呢 包括九项 包括九项基本能力 那么他的这个九项基本能力呢 就是 持续或重复发动肌肉力量的 这个动态体能 还有躯干力量啊 还有呢 比如说 对抗外力的静态体能啊 爆发力 还有伸展躯体跟肌肉的能力 还有重复而迅速扭曲躯体的能力 躯体各部分协调的能力 还有平衡力啊 还有长时间启用最大体力的这个能力 OK 好 那么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九项基本能力 呃 你说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出题啊 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就是可能性真不是太大 所以总的来说呢 就是躯体能力呢 基本上就是大家看到 黄色字体的这几个就够了 应该没有什么在可挖的东西了 因为我们说在这块如果出题的话 他还是更喜欢考的是这个 就是还是更喜欢考这个这个叫什么 还是更喜欢考智力啊 不是特别喜欢考这个体力 好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 就是智力说到了躯体能力 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能力这个概念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能力 那我别忘了我们叫什么 这个不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我们毕竟是一个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者 对吧 那你实际上呢 你还是要服务于你的这个本职工作来的 我们去研究能力 最终呢还是要落实到这个工作当中来 所以呢 大家看 他这地方呢 谈到了就是能力跟工作的这个匹配度的问题 说白了 就是我的这个能力 到底是比我的这个工作岗位要求高 还是我的能力根本就配不上 我的现在的这个工作岗位 那这两种情况其实都不舒服 所以呢 他这地方就谈到了 一个人的能力 跟他的工作绩效 没有任何悬念 他是直接挂钩的 说白了 你能力强 你绩效一定高啊 那你能力弱 你当然绩效好不了了 这是他第一点啊 对吧 然后再往下呢 这个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把工作跟能力进行最佳配置 才能达到一个最佳的这个绩效 所以呢 大家看这里面 有可能有这两种可能性啊 一个是能力超出岗位要求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能力不足 这里面是两个 一个是能力超出了现有的岗位能力的要求 还有一个是他的现有能力呢 就是不足够 那么这两种情况啊 都会使他的绩效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配置 实际上你看啊 如果你的能力超出岗位要求 就是你over qualify 就是你比如你哈佛毕业的 然后做一课服 对吧 九十九十 你觉得这工作没挑战性 其实还留不住人 你也觉得没意思 另外呢 如果能力不足 哇塞 天天你这还没站起来呢 人家一推你就一大马趴 你就永远都是在这跪舔的状态 那你的这个工作也干不好 绩效也不会太好 所以我们说呢 要把工作跟能力呢 进行一个良好的配置 作为一个人力资源的管理工作人员 我们不要认为说 我招到了一个特有面子的 然而一看特光鲜亮丽的人 我就是被企业就挖到宝了 还真不一定 有的时候这些人可能来了以后 什么实事也没干 你其实选中的是他的光环 他其实并没有给企业带来什么好处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能力是晋升的依据之一 我们把能力跟岗位有效配置呢 这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生产率 这是我们的第三点 好 那么后面这个比较容易出题啊 他就是喜欢玩一些文字游戏 所以我们就讲呢 就是能力跟知识还有这个技能 他们这三者的概念 这三者的概念的意思是不同的 然后呢 我们来谈一谈这三者之间的这个区别啊 这里面有能力有知识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技能 好 那我是尽可能的用比较通俗易懂的方法 让大家尽可能的少费周章 然后还能把我们要该记住的干货能够记住啊 比如说大家看他的第一句话 他说 知识是概括化的经验系统 经验 就experience啊 知识是概括化的经验系统 所以知识这儿呢 我们是把它跟经验这个词绑定在一起的 然后技能是概括化的行为模式 所以这个是行为啊 技能这块是跟行为绑定在一起的 然后第三个叫能力 能力是概括化的心理特征 所以大家看一个知识是跟经验结合在一起的 然后技能是跟行为啊 结合在一起的 然后能力呢 是跟心理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里面第一个是有经验 第二个是行为啊 第三个呢 是心理啊 就这样的三个概念 所以比如说人家问你啊 说知识是什么系统 知识呢 是经验系统 然后技能是什么系统啊 技能是行为系统 对吧 那能力是什么系统啊 能力是心理 心理特征啊 是心理的这个系统 OK 好 那么大家看 这是他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他说了 他说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呢 就会定型 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 就会有瓶颈啊 就会有这个瓶颈期 但是知识和技能 却可以不断的积累 就知识和技能可以不断的提高 不断的提高 不断的提高 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职工啊 企业职工的这个素养的这个培养 所以因为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企业员工呢 他的这个知识 还有他的这个技能 能够不断的得到提升嘛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重视这个职员素养的这个培养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道题啊 他说 关于能力知识跟技能的说法 错误的是哪一项 大家看 人家没有问你正确的啊 人家问你错误的是哪一项 能力知识 还有这个技能 哪个不对 第一个 他说知识是概括化的经验系统 OK 对的啊 然后第二个选项 他说能力是可以无限发展的 误完完吧 因为我们说了 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 他会还会定型是吧 所以能力并不是无限发展的 所以这2B不对 然后第三个选项 他说能力是一种概括化的心理特征 诶 我们说知识是经验系统 能力是心理特征 这都没错啊 然后最后一个技能是行为模式嘛 behavior 所以呢 经验 心理 行为 OK的 这三个是OK的 然后所以呢 这道题里面答案应该选的是哪个呀 选的是2B啊 这道题考的是 能力知识跟技能它们三者的这个内容 然后他说了 我们的能力啊 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定型 但知识和技能啊 确实可以不断的去 可以不断的去积累的啊 OK 好 这是我们这道题目 好 那么刚才呢 是一道单选题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啊 下面的这个是多选题 下面这个是多选题 多选题呢 我们就来分别审视一下 来看一看每一个选项 比如说关于能力知识和技能的说法正确的是 关于能力知识 还有这个技能的说法正确的是 第一个 他说知识是概括化的这个心理特征 第二 技能是概括化的这个行为模式 那么大家看知识是不是心理特征啊 sorry 不是啊 知识是经验系统 对吗 他不是 他不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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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特征啊 谁啊 能那个那个能力是是心理特征 对吧 他俩正好弄了一个大吊脚 你看他的c选项里 他说能力是概括化的经验系统 不对啊 能力是概括化的心理心理系统啊 对吧 然后第二个选项里面说技能是概括化的行为模式 这个技能是对的 然后第四个选项说知识是可以不断的积累的 我们说了人的知识也好 人的技能也好 都是可以不断的积累的啊 所以这个4D没毛病 然后最后一个选项说 技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定型 又弯弯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了 就是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定型 但是这个知识技能并没有说它会定型啊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意义肯定也不对啊 那这道题答案呢 应该是B和D 这道题呢 考的就是能力跟知识 还有技能的这个区别 那么知识是概括化的经验系统 技能呢 是概括化的行为模式 对吧 然后能力呢 是概括化的心理特征 那么这三句话 刚才我就让大家区分过它的关键词 一个是经验 一个是行为 一个是心理特征 啊 然后后面这句话说了 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定型 但是知识和技能呢 却可以不断的去积累啊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就是根据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正确的选项选出来 好 那么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领导者的胜任特征 那么关于领导者的这个胜任特征啊 就是competency嘛 对吧 胜任特征的拉丁原意 就是合适的意思 那么我们这里面特别引入了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的名字啊 叫做胜任特征模型 胜任特征模型说白了 就是什么样人适合什么样的岗位嘛 他指的就是担任某一个特定的角色 大家所应该具备的这种能力啊 知识还有这个技能的这个总和 好 那么关于有关这个胜任特征模型里面呢 嗯 我们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 叫做麦克里兰 还有一个人呢 叫做这个威尔逊 对吧 那么大家看这个麦克里兰 包括还有这个威尔逊啊 麦克里兰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麦克里兰 他呢认为呢 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他把领导者应该具备的这种能力 然后这个胜任特征呢 他分了五个方面 而威尔逊呢 他把人的这个胜任特征呢 分成了三个方面 好 那么我们就分别来看一看 麦克里兰呢 是哪五个方面 还有威尔逊是哪三个方面啊 好 那么大家看我们的麦克里兰的这个能力呢 有五项能力 那麦克里兰的这五项能力呢 分为成就跟行为 然后服务的意识 包括管理才能 认知能力 还有这个个人的效能 这是他的五个方面 然后威尔逊呢 是三大特征 威尔逊呢 是三个方面啊 那么大家可以跟我看一下 美国心理学家麦克里兰 他把人的 怎么讲呢 他把人的这个胜任特征啊 分成了五项能力 那么我们分别对每一项能力 他都有一个解释 比如说他的第一项能力 就是成就跟行为 麦克里兰他其实把人呢 分成了两种 他认为呢 有一种人呢 是非常非常渴望成功的人 他认为这种人呢 就是有非常高的成就动机 就非常希望成功 然后他认为呢 还有一类人呢 就得过起过 他非常害怕失败 所以特别渴望成功的人 和非常害怕失败的人 其实本身是两种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渴望成功的人呢 他是高成就动机 就是他做任何一个事 都是高内驱力的 他就非常希望能够把事做好 而另外那个 只要不害 只要不失败的人 他就属于人云云云 随大溜了 所以呢 大家看 领导者呢 他认为如果你是一个leader 那你必须是 我们说的第一种人 就是那种高成就动机的 这没有任何悬念 所以他说领导者 应该有很高的成就动机和报复 对环境的变化呢 有比较强的自我检控力 能够创新 并且呢 能够寻找新的这个机会 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 成就跟行为啊 有高的成就动机 这是他的这个 第一个概念的一个解读 然后再往下呢 大家看我们的这个 第二个概念呢 叫做服务的意识 那么服务的意识 说白了 一个好的领袖 你不光是要自己强 更重要的是 事为知己者死 你得让你的下属 心甘情愿的 跟着你搞革命 对吧 所以呢 服务意识呢 就是能够满足他人的需求 使自己适应他人的兴趣 比如说有比较强的人际理解力啊 服务意识啊 对吧 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啊 然后要有这个影响力啊 什么烂七八糟的 那么这个 我们就把它叫做 这个服务意识啊 第一个叫成就啊 第二个叫服务意识 好 我们的这个五项能力里面 然后他的这个第三项呢 叫管理才能 这个管理才能呢 就是能为他人创造成长的条件 比如说团队式的领导啊 跟团队合作呀 还有对下属的指导啊 这些都属于这个管理层 才能这个层面的 是我们的第 就是怎么说呀 第三个方面吧 第三个方面 好 那么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叫认知能力 这个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分析跟抽象的思维方式 和认知的深度等等 这个叫人的认知能力啊 就是比如人对一个事情的看法 或者说一个人的这个 就是思维方式吧 这个叫认知能力嘛 对不对 好 后面还有一个呢 叫个人效能啊 这个个人效能呢 就是对自我的控制 还有自信和工作的灵活性啊 还有比较高的这个组织承诺 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这个个人的效能 个人效能实际上就是 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个人的这个 这个这个 自信力 自控力 还有自己对做成某一件事的一个 一个把握吧 这个叫个人效能啊 就对自我控制啊 自信啊 对吧 有较高的组织承诺呀 什么的啊 好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呢 还需要具备这种职业奉献精神 有远见等等 有亲和力 说白了啊 如果一个leader 有具备这些能力 那简直是一定的 就是他一定会更容易成功 那么我们主要是把这五个方面呢 就是知道是谁的 是麦克里兰的 而且知道这五个方面啥意思就完了 这块都有很好的解释 那么呃 这块除了麦克里兰 关键是还有一个威尔逊是吧 所以你看在麦克里兰的基础之上 威尔逊 进一步把领导者的生人特征呢 简化成了三个方面 那我们再看看威尔逊这三方面又是怎么回事 大家看 威尔逊的这三方面 第一个他认为领导者往往都有非常好的预测变化的能力 所以威尔逊呢 认为呢 就是这个人要有远见 有想象力 有创新精神 坚韧不拔 有耐心 这个就叫预测变化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第二个叫寻求支持 就是support 寻求外界的支持嘛 所以呢 他的组织意识非常的强 鼓励参与 有团队精神 同关共苦 这个叫寻求支持啊 然后我们的第三个叫做趋力水平 那么这个趋力水平指的就是为自己定高目标 有活力 而且能够能够承受压力和挫折 这个就说明这个人的趋力水平比较强 说白了就是这个人的内趋力 就是他的就是自己的成就意识 然后自己的驱动力非常的强 就是抗挫能力强 这个就属于我们说的趋力水平 好 大家在这儿呢 一定要做到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因为关于麦克里兰他五个方面 然后威尔逊呢又是三个方面 他完全可以出多选题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归类归清楚 然后呢把它这个区分开 好 那么大家看这道题啊 等到当当当 果然就是一道多选题啊 他问威尔逊认为领导的圣人特征 应该包括哪些方面 那么我们说威尔逊认为领导的圣人特征 就是三方面预测变化 寻求支持和趋力水平 所以预测变化 然后呢寻求支持 还有趋力水平 那答案应该是A C还有E 这里面呢 服务意识跟认知深度 大家看这个 服务意识 还有这个认知深度 是跟谁有关的呀 这个服务意识和这个认知深度 它不是跟这个威尔逊有关的 它是跟这个麦克里兰有关的 跟麦克里兰有关的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应该是ACE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下面一道题 它说包括对自我的控制 还有自信 还有这个工作的灵活性 这个属于领导者 应该具备的哪一个方面的能力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实际上是个人效能的一个解读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这儿 个人效能 就是我们麦克里兰 所认为领导者应该具备的 五项能力当中 有一项能力叫个人效能 然后这个个人效能里面 有对自我的控制 自信 还有工作的灵活性 有较高的组织承诺 这个我们就把它叫个人效能啊 对吧 个人效能啊 所以呢 这道题里面我们说了 应该是具备哪个能力啊 个人效能的能力啊 所以呢 这个题的答案呢 我们把它选出来就好了啊 啊 啊 OK 好 那么至此呢 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章的第二节啊 关于这个智力和能力部分呢 给大家解读到这儿 谢谢各位